六剑术的大道 一天一天的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能够熟练地 进行剑术大道的定时 做起来毫不费力 或说得更明白 我感觉自己彭佛是在梦中完成了一切 到目前为止 师父的预测都被证实了 但是我仍然无法防止我的注意力 在射击的那一刹那涣散 在弓弦最高张力点的等待 不仅极为疲劳 使张力松弛 而且也非常难受 我常会由自我审静中对扯出来 不得不刻意地放箭 不要去想那一件 师父教导 这样一定会失败的 我无法不想 我回答 这张力实在太痛苦了 你会感觉痛苦 因为你没有真正放开自己 一切都非常简单 你可以从一张普通的竹叶子 学到应该发生的情况 叶子被雪的重量越压越低 突然间雪滑落地上 叶子却一动也不动 就像那叶子 保持在张力的最高点 直到那一击从你身上滑落 的确如此 当张力完成后 那一击必然滑落 它从射手身上滑落 就像雪从竹叶滑落 射手甚至连响都来不及 尽管我尝试了一切 该做的或不该做的 我仍然无法等待到 那一击的滑落 就像以前一样 我不得不刻意放箭 这一再的失败 使我愈加沮丧 因为我已经学习了三年 我不能否认 我曾经花了许多时间忧愁 思考我是否应该这样浪费光阴 我的做法 似乎与我到目前为止所学 所经历到的一切都没有关系 我想起了我的一位同乡的讥讽 他说在日本除了这种无用的艺术之外 还有许多别的事物可以选择 他问我学生之后打算用来做什么 当时我对他的话并不在意 现在看来也不尽然是无地放始 师傅一定是觉察了我心中的念头 后来小挺屋先生告诉我 师傅曾经尝试研读一本日文的哲学入门书 想用我所熟悉的学问来帮助我 但是最后他板住脸放下了书 说他现在可以理解 对这种东西有兴趣的人 自然会觉得建树是万分难学的了 我与我妻子在海边度过暑假 置身于宁静孤独 优美如梦的环境 我们的行李中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弓箭 日复一日我专注于放箭 这变成了一种天职 使我越来越不记得师傅的警告 我们只应该练习自我超然 其他都不要练 我反复思索了各种可能后 得到一个结论 我的错误并不是如师傅所说的 无法做到无所求与无我 而是因为我的右手手指 把大拇指压得太紧了 我越是等待射击的发生 就越不自觉地压得越紧 我告诉自己 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才对 不久 我就发现了一个简单而明显的解决办法 在拉弓之后 我小心地减轻手指在拇指上的压力 于是时候到了 拇指就会扣不住弓弦 彭佛自然地被拉开 如此就会产生闪电般的放箭 箭就像竹叶上的雪一样滑落 我觉得这项发现很可信 因为它与步枪射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 在扣斑机时 食指慢慢地弯曲 直到一种很小的压力 克服了扳机的最后阻力 我很快便相信自己一定走对了方向 几乎每一件都设得平稳 而且在我看来 是毫不刻意地出人意外 当然 我没有忽略这项胜利的另一面 右手的微妙控制 要我完全地注意力 但我安慰自己 希望这项技巧会逐渐成为习惯 不再需要特别的注意 终于会有一天 我能忘我与不自觉地在张力最高点放箭 如此这项技巧便会心灵化 我的这个信念越来越强烈 我不理会内心的抗议 也不顾妻子反对的忠言 继续练习下去 十分满意 我终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再度开始上课后 我射出的第一件 在我看来是辉煌的成功 射得极为平顺与出人意料之外 师父看了我一会儿 好像不相信他的眼睛 然后犹豫地说 请再射一次 我的第二件似乎比第一件还要好 师父不发一眼走上前 从我手中接过弓 回去坐到一个垫子上 背对住我 我知道这个姿势的意思 便告退下去 第二天 小挺吴先生告诉我 师父不愿意继续教我了 因为我想要欺骗他 我非常惊慌自己的行为 被这样误解 急忙向小挺吴先生解释 为了避免一辈子停滞不前 我才想出了这个放箭的方法 他为我说情之后 师父才终于让步继续守课 但是有一个条件 我必须答应 永远不再违背大道的精神 就算我没有羞愧致死 师父的风度 也让我下决心要改过 他对此事一字不提 只是平静地说 你可以看出 在最高张力的状态下 若是做不到无所求的等待 会有什么后果 难道你非得不停问 自己是否能够控制吗 耐心地等待 看看会发生什么 以及它是如何发生的 我对师父指出 我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 而我在日本停留的时间 是有限的 到达目标的途径是不可衡量的 几星期 几月 几年 又有什么重要呢 但是我如果半途而废呢 我问 一旦你真正成为无我时 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中断 努力练习这个吧 于是我们又重新开始 旁佛以往我所学的 一切都没有用 在张力最高点的等待 还是像以前一样失败 我似乎不可能跳脱我的困境了 一天我问师父 如果我不去放箭 箭怎么会射出去呢 是他射的 他回答 我听你这样说过好几次 让我换个方式问 如果 我也不存在了 我又如何忘我的等待那一射呢 他会在张力最高点等待 这个他是谁呢 是什么东西呢 一旦你明白了这个 你就不需要我了 如果我不让你亲身体验 而直接给你线索 我就是最坏的老师 应该被开除 所以我们不要再谈这些 继续练习吧 几个星期过去了 我没有任何进展 但我发觉 这并不是我烦恼 难道我对这整件事都厌倦了 我有没有学成这项艺术 有没有体验到 师父所谓的他 有没有找到 缠到这一切都 似乎变得非常遥远 非常无关紧要 不再困扰我 好几次我决定 要向师父坦白这种情况 但是当我站在他面前时 我就失去了勇气 我相信我只会听到 千篇一律的回答 不要问 继续练习 所以我停止发问 要不是师父严格地监督我 我也想停止练习 我只是一天过了算一天 尽好自己的教书责任 到最后也不再抱怨自己 浪费了这些年的时间 然后有一天 射出了一箭之后 师父深深地鞠了一个弓 中断了练习 刚才他射了 他叫道 我惊讶地瞪住他 等到我终于理解了他的意思 我也禁不住为之雀跃 我的话不是赞美 师父严厉地告诉我 那只是一句 不该影响到你的话 我也不是对你鞠躬 因为那一箭完全与你无关 这次在张力最高点时 你保持住完全无我与无所求的状态 于是这一箭就像个熟透的水果般 从你身上脱落 现在继续练习 庞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经过了相当久之后 才偶尔又有几次正确的放箭 师父每次都会以鞠躬来表示 究竟箭是如何自己松弛飞去 我紧握的右手是如何突然向后扬起 当时我无法解释 现在仍然无法解释 但是事实不会改变 它确实是发生了 这才是重要的 至少我已经能够自己 分辨出正确的放箭与失败的放箭 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如此巨大 一旦体会后便无法忽略 对于旁观者而言 外表上看来 在正确的放箭时 右手向后的弹起会有缓冲 不会震动到身体 然而 在错误的放箭时 被压抑的呼吸会猛然吐出 下一口气便无法快速吸入 正确的放箭后 呼吸会毫不费力地完成 吸气也从容缓和 心跳均匀宁静 专注不受干扰 射手可以马上接着射第二支箭 在精神上 正确的一击会让射手感觉 一天好像才刚开始 他觉得他可以做好一切事 或者更重要的是 可以做好一切的不做 这种状态真是愉快极了 但是师父带住高声莫测的微笑说 拥有这种状态的人 最好要像根本没有一样 只有完满的一师同仁 才能接纳这种状态 让他不会害怕再度出现 一天师父宣布 我们要开始一些新的练习 我对他说 好 至少我们已经过了最难的一关 行白礼者半久时 他引用成语回答 我们的新练习是射击剑靶